耶,今天很开心 每当到了每个月份的22、23号 都是很开心 因为YouTube要出工钱 这个月我就拿到2974美金 就是等于马币的大概有12900左右吧 拿到了,拿到了 但是你们先不要那么开心 还没有讲完 因为我是做音乐的频道 所以音乐的频道 你做音乐要投资 从作词作曲,编曲 到你拍摄MV,找舞蹈员 如果是过年歌的话 就要找舞视团那些 拍摄,摄影视,everything 都是要开销一些费用 所以你扩除扩除那些费用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讲到 你在YouTube赚钱 只是可以讲你在YouTube 你付出的作品 可以得到一个奖励这样子 如果是做音乐的YouTube频道 尤其是原创原创之类的歌 你要很大的budget去做 除非你是做翻唱 然后普普通通cover cover 这样子OK啦 那个才真正赚钱 所以之前你们常听一些YouTuber讲 我在这一行赚很多赚很多 是真的 因为可能他们只是拍一些prank啦 或者拍一些旅游方面的节目啦 那个真的是很赚钱的 其实我不归类自己在一个YouTuber的字眼 因为我没有常常活跃在YouTube 我是偶尔赚赚赚赚赚赚 把自己一些日记啊 或者出场的一些information啊 丢去YouTube 我只是一个拥有YouTube account的YouTube user 但是也是从一些慢慢慢慢慢慢去累积自己的粉丝啦 然后最近春天有我陪你 爆了之后呢 就正式啊 有更多的一些户口进来去关注关注 所以慢慢累积到三万粉丝的YouTube channel 但是我现在还不想真实去做一个YouTuber啦 因为很烦 你每天每天都要面对一些镜头 然后我又不喜欢剪辑的一个人 所以你们每次会看到啊 我的channel都是那种没有 没有字幕啦 普普通通这样 因为我就是每次拍一些event啊 都是拍forFacebook嘛 这样子拍 如果你拍YouTube是这样子拍 虽然很烦的 我很懒惰剪辑 我没有想过要当YouTuber啦 那回归到像我这样子独立音乐人啦 可能自己喜欢做一些原创的音乐啊 做属于自己的音乐啦 然后也是需要很多的外在可能sponsor方面啦 因为其实如果真正的要靠这个YouTube来给钱 其实给不到的 你看不要讲什么啦 先讲过年的两首歌 我2022年我又写了一首春天由我陪你 刚好那么运气好的爆料 2 million才有机会拿到今天这个royalty 然后一首好吉祥才一个200千的view 1000个view才等于一个1美金 OK 如果2 millionview来讲 就是今天拿到的2000美金咯 如果是像好吉祥这样才一个200块美金罢了 所以不容易咯 200块美金我做那一首歌都要五六千的budget咯 因为龙师摄影师的那些舞蹈呐啊 都现在啊 每一个数目都是在八百 一千 千多 千五 两千 然后你做一首歌都是要大概这个budget 然后加买这个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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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可能做一首歌都要五千到六千 而且还是normal normal 很normal的MV啦 不是那种艺术感 艺术感咯 我觉得那个MV都要过万咯 嗯 所以是cover不回来咯 至于做一首MV要多少钱 当然大有大作小有小作咯 这个东西 这个环节 我可能会另外再开一个 再开一档视频 再跟大家一起解说 当我心情好的时候啦 当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啦 因为大有大作 就是说 如果你要好 要几千 也有 要几万 也有 艺术感的那种 肯定是过万的咯 你们讲的那种 low budget low budget的那种 手机拍的啊 其实 几百块到一两千 有可能做到的 就看你们要什么咯 所以我这里 鼓励的是什么 有梦就要去追咯 然后你们 没有梦的 或者是你们不明白行情的 你们看咯 你们看一个MV咯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要用心去看了 不是说 它这个 很low budget的东西咯 所以它拍出来的东西 肯定low quality 有时候low quality的东西 未必就是不好的啦 或者是不值得你们去看啦 所以你们有时候 下面写评论啦 我觉得 要尊重一下那个人啦 可能也不懂那个人 有多大的 budget 可以做出那个影片 做出那个作品 但是可能他花的心思是很多呢 我每次都是 这样子的一个sample啦 因为我每次做东西 虽然是可能是 很稀奇古怪的歌词啦 或者是很 很low quality的东西 但是那一个东西 就是我想要呈现的东西 有一个网友曾经这样 comment在我的post下面 他讲 我们都要看 high quality的东西 low quality的东西 我们不看 我屌他啦 这样多 high quality的东西 你有跟人家分享吗 然后很现实的东西 high quality 不证明你能够跑远 high quality的东西 都未必能够 呃 带给他 tally的一个价值 所以你们讲了 high quality和low quality的 好和不好 你们去去想啦 我不讲这样多啦 所以 也是很感激 这是 呃 一个非常 激励的一个数目啦 一个奖励啦 所以谢谢YouTube 谢谢 每一个网友们 每一个fans们 谢谢你们 爱你哦